侯哥,你这个月业绩怎么样啊? 啊,别提了,不怎么样,安老孙整天飞来飞去,一单也没有成交 师傅,你怎么样? 那还用说,师傅肯定又拿业绩第一了 我拿什么第一?现在这销售越来越难做 你没听别人怎么说我们的吗? 哦,怎么说? 人家说,我们为了业绩就差赔税,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开发客户经常喝醉,不伤感情只好伤胃 日不能夕,夜不能昧,客户一生马上到位 工作需要经常破费,为了生计吃苦受累 整天为了业务,我感觉身体都快要报废 这说的也太对了,搞得老猪都想哭了 都怪如来那任务指标实在订得太高了 如来,现在市场越来越难做,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啊? 不是市场难做,是你们没动脑子 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做? 听说王妃和谢霆锋又在一起了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不知道? 他们又能在一起,至少说明三点 第一,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客户 哪怕他在别处已经成交 第二,任何一个已经在别处成交的客户 仍然有可能在你这里成交 第三,维系老客户确实比开发新客户来得更容易,更轻松 你说对不对?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啊 悟空,我再给你讲一个案例吧 你应该见过在火车上卖盒饭的吧 他们在火车上来来回回的走 一遍一遍一遍地叫卖,明明好像大多数人都置若网门 但盒饭却在你毫不察觉中卖完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哦,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上并不缺客户 缺的是那一份执着和坚持的精神 在卖盒饭的服务员眼中 所有的旅客都是买盒饭的潜在客户 只有早买和晚买的区别 而他们之所以一遍遍地来回走动 就是要做到在你想买时 我正好在你旁边 客户在哪里 市场就在哪里 关键在于你动还是不动 这就是销售 只要你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啊,多谢佛祖教会 而老孙知道了 悟空,吃得苦中苦 方能开入苦 你们师徒几个可要好好干啊 佛祖,这么好的秘诀 你可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还凭这个拿第一啊 啊啊 老孙知道了 啊啊啊 好